來 郭忠祥報一下吧 OK 送上大大的擁抱 國民黨立法院長参選人韓國瑜 帶著大黨蔣啟成 前往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因為2月1號立法院長選舉 民眾黨佔關鍵小數 要獲得白鷹支持 韓國瑜是回應民眾黨團倡議的 國會改革訴求 很多人都說密室協商 好像有利益勾結 我要再一次的澄清 當今的國民黨是在演 我們沒有任何資源 所以我們只有無比的真誠 最主要的 我們兩邊是針對國會改革的理念 那以及未來在國會當中 所有在野黨 能夠跟執政黨的立委 針對國會改革的議題 怎麼樣健康的 讓台灣的國會能夠更進步 韓國瑜表示 雙方都展現最大誠意 期盼國會能滿足民眾期待 只不過上午前腳剛走 要立憑連任的民進黨立法院長參選人 游錫坤也前往民眾黨團 只不過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 柯靖明早上還批評民眾黨 只是在衝高聲量 至於民眾黨立院龍頭的投票指南違和 黃國昌表示兩場會談都相當融洽 對未來國會運作也有正面影響 不過黨團仍要召開會議 立法院長選舉依舊採團進團出 有一次新聞R56立法院採訪報導